为什么说杨贵妃本名不是玉环 为什么说杨贵妃在离山吃不到鲜荔枝 系里系外说历史 探寻戏剧故事里的历史真相 玉环和荔枝之名马上播出 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故事不但在民间家喻过孝 也是历代文人非常关注的一个题材 长期以来对于帝王和宠妃的关系 人们一直争论不断 有人认为那些得宠的女子是红年或水 她们妖媚或国 有的人认为帝王们虽然后宠家里众多 但她们也渴望一份真挚的爱情 有人说红年或水的说法是替婚庸无能的帝王推脱 把乱政王国的责任推给了弱小女子 也有人说帝王后悔的爱情 夹杂着皇权朝政后宫的斗争之中不可能蠢碎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诗长恨歌 原代剧作家白浦的杂剧梧桐语 清代剧作家洪生的传奇《长生殿》 都是以唐玄宗李隆基和贵妃杨玉桓的情感为题材 为题材的经典文学作品 她们都描写了李良朝政失败和情感悲剧 表现了唐玄宗杨贵妃复杂的情感和最终无奈的境遇 《长生殿》是清代戏曲的代表作品 她和原代著名剧作家关汉精的《斗鹅渊》 季军祥的赵氏孤儿 一起名列《中国十大古典悲剧名录》 是《中国戏曲史》上的经典作品 那么《长生殿》究竟写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这些故事是不是都有历史依据 杨贵妃的本名到底是什么 而她在离山究竟能不能吃到仙利之呢 听着故事读历史 透过脸谱寻真相 中山大学教授康宝成先生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戏里细百说历史》之《长生殿》第一集 《玉环和荔枝之谜》 杨贵妃的话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也是一个常讲常心的话题 从唐代说到现在一千多年了 我们的后人可能还要接着说下去 唐玄宗李隆基是那么宠爱杨贵妃 但是在《玉环之变》又亲自下令赐死了杨贵妃 当然她是被迫的 可是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起杨贵妃的故事 李扬爱情的故事 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流传开来 在这个故事流传的过程中 好事者难免道庭图说 天之家业 甚至是无中生有 所以人们印象中的杨贵妃 离开她的本来面目 那是渐行渐远了 马威事变后大约八百年 清康熙年间 著名剧作家洪生 写了一部长达五十出的传奇作品 叫《长生殿》 这部作品是李扬爱情作品的极大成者 作者洪生 阅读了自唐代以来 有关杨贵妃有关李扬爱情的几乎所有的文献 又经过她的精心甄别和筛选 最后写出了这部《画时代的历史剧》 在这部作品中 杨贵妃的戏份 第一次超过了另一个男主人公 唐明皇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长生殿来入手 来看一看历史上的杨贵妃 历史上的李扬爱情 和文学作品中的李扬爱情 和人们印象中的李扬爱情 到底距离有多远 我们今天先从贵妃方宁 开始说起 一提杨贵妃叫什么名字 相信很多人都会说 杨贵妃叫杨玉华呢 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实际上 从两堂书资之通鉴 这些证实 还有 圣堂中堂时期的文人笔记 诗歌文献 都没有记载杨贵妃的名字 一直到杨贵妃死后一百年左右 到了晚唐 有一部《明皇杂录》 这个笔记小说 才第一次说 杨贵妃小名玉环 到宋以后 许多的文人笔记 戏曲小说 都跟着这么说 说着说着的 连小字玉环也不提了 直接说杨贵妃名玉环了 《长生殿》就是这么说的 作品的第四出春碎 杨贵妃上场自爆家门 她说自己呀 生有玉环 在于左臂 上隐太真二字 因名玉环 小字太真 这个说法 一听就不可信 哪有生下来 壁上就长有玉环的人 这分明是神话 长生殿 就是为了神话杨贵妃 所以洪生呢 就在名人的笔记基础上 吸纳了这段笔记 又做了一点改动 就采用了这个说法 另外 这段独白 还有一个令人生疑的地方 就是 大家都知道 杨贵妃分明是 道号太真 可是在这段独白里 变成了小字太真 那长生殿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大家知道 杨贵妃 在正式被册封为贵妃之前 玄宗就把她送去入道 太真 就是玄宗 给杨贵妃起的道号 洪生创作长生殿 在史料取舍上的原则是 凡史家惠语 盖削不输 什么意思呢 他认为 史料上 凡是设计到杨贵妃有污秽事情的记载 他都不采纳 他认为 道号太真这个说法 就隐含着老公公娶了儿媳妇这样的事 他要洗净杨贵妃身上的脏水 所以呢 他就悄悄地把道号太真改成了小字太真 那么通常认为 玄宗在正式纳杨贵妃之前 先让他入道 是为了掩人耳目 事实是这样的吗 我认为不完全是 为什么呢 因为唐朝的荤俗啊 带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色彩 唐玄宗取而其父 当然不是什么体面的光彩的事 但是 也不像是人们后来所想象的 是多么了不得的乱伦事件 因为唐王朝前期 类似这样的事件很多 你比如武则天 原来是李世民的才人 后来成了李世民的儿媳妇 高宗李治的妃子 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的时候 诛杀了自己的亲弟弟元吉 又把元吉的老婆 自己的兄弟媳妇纳入后宫 唐素宗的女儿 谭国公主 竟然嫁给了自己的舅父 张青 像这样的事情 可以说是班班可考 历历在目 想折眼也折眼不住 所以我认为 唐玄宗 在正式纳杨贵妃之前 让她入道 主要的目的 不是为了折仇 而是和唐玄宗 迷信道教有关 这个我们后面再说 那么杨贵妃不叫玉环 叫什么呢 根据文献记载 杨贵妃 小字 遇奴 小字就是小名 中国人起名字 有大名小名之分 而古代妇女 因为较少参加社会活动 所以一般的就有小名 从魏晋南北朝到隋唐 乃至到了明代 这个小孩子小名的后一个字 往往带一个奴字 有昵称的味道 而且是不管男女都可以用 我们举几个例子 比如唐玄宗的爷爷 高宗李智 小名叫智奴 唐玄宗的侄子 杜甫笔下的尹中八仙之一 如阳王李晋 小名叫花奴 李白的儿子 小名明月奴 白居易的小弟 小名叫金刚奴 还有一个名人 就是唐玄宗时期的著名歌手 在长生殿里 作为杨贵妃的侍女 屡屡出现的念奴 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词牌名叫念奴交 就是因他而起 明末你画本 有一篇题目叫做 金玉奴棒打薄秦郎 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姓金 名玉奴 从唐代的文献看 杨贵妃叫玉奴的说法 早于他叫玉环的说法 而且宋代以后 玉奴玉环 这两种说法一直是并行的 只不过叫玉奴这个说法 不大引起关注而已 中唐时期有一部文言小说 叫周秦行迹 第一次说 玉奴太真名也 周秦行迹的成书 要早于名簧杂录 所以杨贵妃叫玉奴的说法 比叫玉环的说法 要早 到了宋代 大诗人苏东坡 在诗里面说 宫中节骨催花柳 玉奴贤锁花奴手 这个玉奴指的就是杨贵妃 明末 广东有一位著名的诗人间书法家 叫邝路 他提出了一个新鲜的说法 他说杨贵妃名欲奴 别字欲还 这就把两种说法捡起来了 再稍晚一点 到清初 著名作家尤童 他写了一部叫做君天乐的传奇 里面有个细节 是杨贵妃在阴间向阎罗王告状 告陈玄礼 那他的状词是这么说的 他说 大人在上 怯罪固当万死 但是三郎刺育奴死 育奴不敢不死 陈玄礼何人呢 折敢犯上 致使天子不能避与妇人 自古 陈氏君子氏妇 欲加之罪 患无此乎 在这里 杨贵妃是自称 欲奴的 那么既然杨贵妃 不叫杨欲还 那为什么把欲还这两个字 夹在他头上去了呢 我想这里面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 是和西王母的传说有关 另一个 是和权宗的父亲 瑞宗生前所喜欢的一件乐器有关 我们先说第一个可能 大家知道 唐人 王瓦把唐玄宗比赴成汉武帝 把杨贵妃比赴成与汉武帝相交往的 西王母或者上元夫人 长恨歌的第一季怎么说呢 说汉皇重色思亲国 杜甫在兵车行李说 武皇开边敬畏矣 都是用汉武帝代指唐玄宗 唐代诗人 常常用西王母来戒指杨贵妃 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 回忆他曾经在离山 接受过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接见 他的诗里是这样说的 他说呀 我皇心得欲王母对 这个王母就是杨贵妃 那西王母是什么人呢 西王母就是民间传说的王母娘娘 传说顺继位的时候 西王母曾经遣人送顺白玉环 还传说 在七夕之夜 上元夫人陪同着西王母 一同降临到了汉宫中 向汉武帝传授长生之道 而上元夫人好阿环 所以晚唐的诗人李商隐 在诗里面说 如何汉殿穿针叶 又向宫中屈阿环 说的就是这件事 我们刚才提到 杨贵妃道号太珍 是玄宗亲自给他命名的 但是早于唐玄宗的道教文献 却提出来说 太珍西王母 也就是西王母是号太珍的 可见杨贵妃道号太珍 是玄宗从西王母那抄来的 那这样的话 玉环阿环这样的名号 就有可能从西王母 或者上元夫人那 移植到杨贵妃的身上 我们再说第二个可能 文献记载 唐玄宗的父亲 瑞宗李诞 盛前非常喜欢一架 叫做玉环的琵琶 瑞宗死后 玄宗把这个琵琶珍藏起来不用 到了安禄山 濒临城下 大驾即将西迁的时候 唐玄宗登上了新庆宫的画阁楼 平时他和朱王在一起 焰瘾作乐的地方 四顾欺然 以往那种繁华景象 那是荡然无存 于是他命令手下 进玉环 他下面的人就把这件琵琶抬上来 由宫中的第一琵琶高手 段扇本 弹奏一曲 一曲弹奏完了之后 玄宗恋恋不舍 欲行又止 他手下的一个年轻乐工 看出了他的心思 就主动要求献歌一首 歌词是这样的 山川满目 泪沾衣 富贵荣华能几时 不见止尽分水上 唯有年年秋燕飞 这说明什么呢 瑞宗玄宗两代帝王都真爱的一架琵琶 和玄宗特别宠爱的贵妃杨贵妃 是同一个名字都叫玉环 这种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 当时的这种文人 在笔记小说里 诗歌散文里 他肯定拿出来说事 是最好的查前犯后的谈资 可是没有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 在当时杨贵妃不叫杨玉环 到了晚堂 诗人张护 做了一首叫做玉环琵琶的诗 功楼异曲琵琶声 满眼云山是去成 回顾断诗非如意 玉环修把恨分明 这首诗采用了泥人画的写作手法 玉环是琵琶名 琵琶怎么会有人的感情呢 我推测 可能就从这个时候开始起 琵琶名就渐渐被附会成杨贵妃的人名了 说起杨贵妃 人们就会想到华清池 就会想到 一记红尘非子孝 无人之事荔枝来的诗句 就会联想到杨贵妃为了吃仙荔枝 让驿站快马加鞭 踩踏庄角和路人的故事 那么史料中 有没有这个故事的相关记载 而在离山的杨贵妃 又到底能不能吃到仙荔枝呢 说过贵妃方明 我们再来看一看 杨贵妃有没有吃过仙荔枝 长生殿第十五出晋果 写 岭南 巴蜀 两地的一史 快马加鞭的 向长安进献荔枝 一路上 不知道踩坏了多少庄家 踏死了多少人 有一个盲老人算命先生 脑僵都被踏出来了 而两地的一史呢 在驿站 为了争夺马匹 还打他头破血流 这样的写法 从艺术上来说 是为了给以后的安史之乱做铺垫 非常好 无可挑剔 而且也有相当的史料为依据 但是 这些史料呢 多数经不起分析 大家都知道 著名诗人杜牧 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 是 长安回望 绣成堆 山顶千门 刺地开 一记红尘 飞子笑 无人知事 立之来 这个诗可以说到了 妇孺皆知的程度 但是 这首诗只能当作文学作品看 不能当史料看 著名的国学大师 陈英克先生 说得很清楚 唐明皇和杨贵妃到离山 是为了避寒 所以都是冬天去 而立之呢 是夏天成熟 所以呀 杨贵妃没有可能 在离山吃到先立之 我个人的看法 一记红尘飞子笑 其实是在用典故 我们都知道 周幽王为了博得包四一笑 而冯火戏诸侯 这个地点就在离山 那么 杨贵妃有没有可能在离山之外 吃过先立之呢 这件事 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件众说纷纭的悬案 诗圣杜甫 是杨贵妃的同时代人 他不但吃过离枝 他还亲手种过离枝 他在卢州 荣州 种过离枝 还在诗里边记了这件事 诗歌里面 有两句是这么说的 说精华英贱无颜色 红克 酸甜 只自知 什么意思呢 卢州 荣州 种的荔枝 到了长安以后 色香味全变了 不能吃了 白巨一 他写长恨歌 应当说 把杨贵妃 受宠爱的方方面面 都写到了 但是绝口不识供离枝的事 这不是很新鲜 很奇怪吗 我们知道 白巨一 在四川中州的时候 他也亲自种过离枝 他还写过种离枝的诗 他对离枝的习性 非常的了解 所以他才写出来 离枝若离本枝 一日而色变 二日而相变 三日而未变 四五日之外 色香味 俱去矣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 他还写过 提郡中立之诗 十八运 在这首诗里 有四句 特别值得注意的 说 以教生属乐 又是祖霞方 不得冲王妇 无有寄地乡 这是说呀 荔枝的产地 离首都长安太远 而荔枝呢 又不容易保险 所以 荔枝是不能够进贡到长安的 那么这样一来 就可以理解了 他在长恨戈里 绝口不提贡立之的事 是因为当时 这个事没有发生过 最早提到贡立之的 是李赵的笔记 唐国诗补 但是这段话呢 说的是闪烁其词 杨贵妃生于蜀 好时力之 南海所生游圣蜀者 故 每岁飞驰已尽 然 方蜀而蜀 今宿则败 后人皆不知之 这是说夏天 荔枝是夏天成熟的 一个晚上就不新鲜了 就腐败了 那杨贵妃是怎么吃到鲜荔枝的呢 后人皆不知之 这里写的闪烁 其词让人感到神秘莫测 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我认为 他绝不是故意给后人留悬念 而是他自己对当时的这个传说 是似信非信 所以他一方面记了这个事 同时又记下了自己的疑问 宋代之前 人们相信 杨贵妃吃到的鲜荔枝来自岭南 而到了宋代以后 有人说杨贵妃吃的鲜荔枝来自于巴蜀 那么是谁提出了贵妃鲜荔枝来自巴蜀的说法 关于鲜荔枝 古人还会有哪些误会 而真正在中原吃到鲜荔枝的第一人 又是谁呢 唐代的文献 都说这个荔枝是贡字岭南 就是现在的广东 而到了宋代 口风变了 几乎众口一词 都说杨贵妃吃的是巴蜀的荔枝 而这个说法的始作俑者 就是大名鼎鼎的苏东坡 为什么说唐代的文献 说荔枝来自岭南 过了几百年以后的苏氏 就改口 说荔枝来自巴蜀呢 这是因为 苏氏到过岭南 他深知岭南离长安太远 新鲜荔枝供到长安 那是不可能的 但同时 他自己对荔枝的美味 那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所以他写出了 日旦荔枝三百克 不辞长座岭南人 这样的名句 与苏氏来说 要说杨贵妃没有吃过荔枝 多少让人感到有点遗憾 要让天下第一家人 吃到天下第一家果 那才是锦上电话 相得一张 我们都知道 苏氏很喜欢用美好的事物 来比喻美女 欲罢西湖比西子 淡庄农博总相宜 这是世人皆知的名句 他还曾经用荔枝 来比喻传说中的美女十八娘 有一次 他在杭州的西湖边上 吃到有人从福州送来的荔枝 他就写诗赞美 他说古戏鸡香 恰似当年十八娘 所以对于苏氏来说 与其要揭穿岭南山高路远 杨贵妃没有吃到荔枝的真相 倒不如编一个杨贵妃吃的是八属荔枝的美丽的谎言 可是有不少人就相信了这个美好的愿望 古代的我们不说了 当代有一个著名史学家 他写了一篇论文 专门论述荔枝道 他认为从岭南进贡 先荔枝到长安是不可能的 但是八属是可能的 他还画了一个荔枝道图 这个路线图呢 据他说有两千里 当时的一马日行是四百里 但是要送摄书 可以达到日行五百里 要送荔枝的 可以更快达到日行六百里 或者是七百里 这样的话 三天可达长安 我认为这样的说法 还是太乐观了一点 你想啊 送摄书日行五百里 那应该是极限呢 送摄书的时候 只需要把摄书捆绑在骑手的身上 飞马赶路就可以了 但是送荔枝呢 荔枝装在荔枝筐里 还要固定在马背上 到了驿站换马的时候 从马背上卸下来 再换到新的马匹上固定 这都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呀 马匹背着荔枝筐 穿越大巴山 那是谈何容易呀 人们出远门 总会遇到各种不可逆料的困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还没有高速公路 我们乘汽车从广州到珠海 多远呢 不到一百五十公里 就两百多华里的路 走了差不多一天的时间 所以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个看法 一记红尘飞子笑 只不过是用典故而已呀 他有点像现在人们所比喻的 做了一个夸张的比喻 说独生子女 八零后 九零后 就像家里的小太阳 他们要什么 父母都想办法弄到 就是要天上的星星 也想办法给他摘 杨贵飞吃鲜荔枝 就是这样的一个典故 一个比喻而已 那既然在唐代 杨贵飞吃不到鲜荔枝 那为什么许多文献 都记载了汉唐时期贡荔枝的事呢 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很可能是把荔枝和龙眼搞混了 龙眼又叫桂圆 它的果实比荔枝要稍微小一点 颜色 果皮的颜色发青发黄 不像荔枝是红的 但比较光滑 它的果肉比荔枝要薄 糊要大一些 一般来说 桂圆 或者龙眼 它的味道是不羁荔枝鲜美的 但是如果遇到了好的品种 那又另当别论 苏东坡写过一首诗 诗名是 《莲州龙眼智味书觉可敌荔枝》 它在这首诗里呢 就把龙眼和荔枝的区别 比喻成干和菊的区别 当时北方人 搞不清楚荔枝和龙眼的区别 就像搞不清楚干和菊的区别一样 古代文献 常常把荔枝和龙眼放到一块写 有的文献 称龙眼叫荔枝奴 有的文献呢 把小荔枝叫做龙眼 还有的文献说呀 如果把荔枝龙眼放在一块写的话 那指的就是龙眼和荔枝 没有关系 南北宋之交 福建土田人林光潮 写过一首这样的诗 南人天时荔枝齐 滋味南言指字之 刚被北人来诫问 香田两字且愁疑 可见当时多数北方人是搞不清楚荔枝和龙眼的区别的 龙眼的保鲜条件没有荔枝要求的那么苛刻 在通常的温度下 保鲜十多天没有问题 同时龙眼的药用价值极高 特别是用于妇女 养颜不血的效果极佳 网上有一个传说 说杨贵妃有一次病了 什么都不想吃 有个大臣向明皇推荐了一种水果 杨贵妃吃了以后病就好了 唐明皇就把这种水果命名为龙眼 那这么说来 是不是杨贵妃吃的是龙眼被当成荔枝了呢 下面我们说第二种可能 第二个可能是把荔枝尖当成仙荔枝了 说来很有意思 一记红尘飞子校的作者杜牧的爷爷 大史学家杜佑 在他的通典里记载 每年六月四川荣州这个地方 要向朝廷进贡荔枝尖 什么是荔枝尖呢 荔枝尖就是把荔枝的果肉 浸上荔枝后 做成类似于果谱之类的东西 荔枝尖是可以长久保存长途运输的 那这样一说 是不是杜牧把他爷爷 小时候听爷爷讲故事 把荔枝尖当成仙荔枝了呢 或者是长大以后 他读他爷爷的书 把荔枝尖当成仙荔枝了呢 当然这两种可能性比较小 最大的一种可能是 他故意用了文学的用点比喻夸张的手法 故作惊人之语 史学家的爷爷说进贡的是荔枝尖 文学家的孙子说进贡的是仙荔枝 这就是真相 那如此说来 在古代 在北方 就真的不能吃到仙荔枝了吗 那也未必 唐代人做不到的事 宋代人做到了 根据文献记载 北宋宣河年间 东南沿海的福建 向朝廷进贡献荔枝 把已经结了果的荔枝树 移栽到一个大缸里 再把这个缸呢 放到船上走海路 先走海路 再转内河 遍河 直达首都 开封 到了开封之后 再把荔枝树 移植到宣河殿前 到了新科进士放榜的时候 宋徽宗 则是高兴的大雁群臣 设了琼林雁 让新科进士们常常先立志 他自己高兴的副诗说 何必红尘非遗迹 分方数本作中看 宋徽宗的得意之情 那是一语言表 但是他可能还不知道 一记红尘非字笑 只不过是用典故 用夸张 用鼻语而已 而他自己 才是真正的 坐在中原的宫殿里 能够吃到 先立志的第一人 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